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6年的1月 二准只相差一年左右 同时我们也知道 EB1类别 这个I140申请比NIW要难很多 往往要多花很多时间来积累条件 费很大功夫 还不一定批准 很多绿卡申请人因此感到后悔 说没有早办NIW 否则如果我早一年办了NIW 可能就不用那么费力争取EB1的批准了 用NIW排期就可以了 那我们没有时间机器 没法回到过去 那么我们看到了当前已知的排期情况 那么未来 比如说今后三四年里 NIW和EB1的排期情况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等待时间会不会相差很远呢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预测和分析 详细的论证过程 包括数字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 我们有长篇的文章 因为一些数字呢 首先可能比较枯燥一些 另外呢 要有书面的呢 才更好 比照 分析 理解 所以呢 大家可以扫我们的二维码 然后呢 看我们微信公众号 在这个同主题的 这个关于绿卡排期预测的文章 我们在这里呢 简单讲一下预测 大家知道呢 预测未来肯定是不容易的 有被现实打脸的风险 但是呢 这个为了更好的让客户和绿卡申请人受益 我们呢 根据移民局公布的数据 在这里呢 比较明确的写出我们的估计 对于中国申请人 尤其是职业移民这个类别来说呢 我们认为 第一 EB1类别呢 这个排期会长期存在 排期时间大部分情况下不会短于一年 很可能持续的会超过两年时间 EB1的类别和NIW相比呢 不会短很多 二者呢 会比较接近 然后接下来呢 关于绿卡排期 国别配额取消的提案 我们有专门的文章 我们以后也会有这样的视频 我们有详细的分析 不管这个提案通过还是没有通过 我们认为呢 在今后几年里 并不改变排期局面 尤其是EB1和NIW相对的排期季度 那么因此呢 如果你有意办理率卡 目前符合NIW的条件 但是还没有申请 那么应该考虑呢 尽快申请和提交 这个呢 不管是与EB1A EB1B 还是PRM相比 都是值得的 最后我们还想提到呢 我们认为EB5投资移民 这个排期呢 还会仍然一直比较漫长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们的结论 下面是论据和分析 这里简单讲一下分析 如果要看详细的数字以及官方的链接 移民局的官方网站数字 可以看我们的文章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 那么首先呢 我们的这个论据呢 是根据移民局公布的数字 现在在等待排期 140已经批准的人呢 数量是相当多的 尤其呢 是EB1类别 所以呢 可能需要好长时间 才能够清空啊 从这一点来说呢 排期对于EB1类别呢 也会长期存在 另外我们想强调的一点呢 大家知道呢 对于EB1职业移民第一优先 这个类别呢 除了杰出人才以外呢 还有EB1C跨国公司经理 目前呢 实际上EB1C 根据移民局政府公布的数字 已经占了所有EB1旅卡的一大半 而且呢 来自印度的这样的申请人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的EB2EB3排期很长 凡是能够沾边想办法办 EB1C的都会设法去办 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数量也越来越多 因为中国呢 EB5投资移民排期时间很长 所以同样 凡是能够想办法 转办EB1C通过L1来办的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就进一步呢 加剧了对于EB1绿卡银额的需求 对于EB2和EB3类别呢 因为由雇主支持的PROM这里面呢 可以升级和降级 所以呢 当然大家申请人呢 就都是哪一个队短 就会排哪一个的时候呢 会来回的变化 所以呢 就就像在超市结账一样嘛 各队之间呢 长度不会相差很多 所以呢 也就是EB2和EB3呢 排期时间 我们认为呢 不会相差太多 根据数据分析吧 我们认为到了2022年这个中间 中国EB2和EB3平均排期呢 可以排到2018年的中间 也就是说到那时呢 会有四年左右的排期 而目前呢 是三年多 所以呢 这个EB2和EB3呢 相应这个排期呢 会比较平稳 关于中国EB5投资移民这方面呢 目前I526已经批准在等待绿卡名额的呢 就有很多人 还有家属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如果移民法没有特别的改变 按照目前的执行和解释办法 即使国别配额取消了 EB5投资移民可能也要等10年左右 如果不取消呢 那可能就要等15年20年 或者更长了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对于这个排期的一些分析 更多的呢 可以参见我们的文章 那么下面我们再稍微讲一下这个排期本身 大家知道有一些申请人对这个事情很熟 很了解 那有的申请人呢 就不那么了解 政府呢 每个月公布的这个排期呢 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日期 这个呢 可以类比为 比如说高考录取的分数线 那你自己的这个排期日期 或者叫优先日期 Priority Date是I140提交的日期 或者是Perm提交的日期 这个呢 可以类比为个人考试的分数 那你说我的排期到了没有 是相当于这里呢 是分数线不断在变化 你的分数什么时候和这个分数线相比 符合要求了 就算是这个排期到了 具体呢 看我们文章上的解释 那么这里呢 是说到了我们对排期的预测 我们最重要的预测嘛 就算是这里讲到呢 EB1的排期 我们认为会长期存在 可能会较长时间保持在两年以上 和EB2比起来 并没有太长时间的特别的优势 申请人呢 相应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决定看应该怎样选择申请策略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首先参见我们详细的文章 然后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